大家能看到我的屏幕吗 如果OK的话 可以在那个question里面 给我打一下回复 现在还比较早 才7点56分 我们可能四分钟之后呢 就正式开始 如果大家听得见 看得见 就给我留个言好吧 好的 大家都OK就行 那我们就再等一等 然后8点钟准时开始吧 感觉时间飞逝啊 已经一个多月没有给大家做网课 上一次做网课 好像还讲到那个股票的技术分析嘛 然后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 有没有 如果大家在开始之前有正好有三分钟时间嘛 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聊聊天 看大家有没有用我上次说的那个分析方法 因为我也有发给我的同事 还有小助手让他们 如果有朋友要去要这个模板的话 可以直接安装到那个 直接安装到那个 我们的软件上 看一看 看一看 就是有朋友问什么是母版 母版就是MT5上装的技术指标 上次给大家设置的是有GMMA 然后有ISI 还有就是布林黛的 还有一个是MACD的 只是那个MACD需要大家在MT5的Market里面去自己下载一下 那个母版可以有很多种的 就是上次跟大家说的是股票的一个母版 那今天的话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平时看黄金和白银的一个母版 就是跟股票还是比较不一样的 因为股票的话 它一般趋势是比较有迹可循的 就是如果说是上涨的话 可能延续一个比较长的涨势 但是像是外汇或者是黄金等等的一些贵金属 它日波动比较大的话 那一些技术指标在他们身上可能就失效 那我这边也有很多客户跟我反映说 为什么这个股票的母版用着还挺好的 然后也看得很清楚 可是一到这个贵金属或者是外汇上面 就好像什么都看不懂了 就特别凌乱的感觉 所以今天我们也会讲一讲这部分的内容 那么我们下一个人的敬礼 就要看得到那个人的敬礼 就要看得到那个人的敬礼 那个模板的话 可以找小助手要一下 或者找您的客户经理要一下 也可以的 这个没有问题的 好了 那现在八点钟了 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还是一样 先给大家做一个风险提示 就是今天的所有的PPT内容 都是一般性建议 不涉及到您自己的财务状况 以及风险承受能力 而且今天的内容 仅代表我自己的个人观点 不代表我们的公司 然后前面两页就跳过吧 然后我的话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 对吧 就是在网课和直播都跟大家见过很多次面 就不多介绍了 那在开始之前呢 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下个月的这个网课的安排 大家可以看到呢 我们又请到了这位对吧 国际著名的投资大师 带若顾比呢 到我们GoMarkets来做我们的这个网课的分享 那可以看一下时间分别是下个月的 下个月第一个礼拜一开始 就11月5号12号和19号呢 都将是由带若顾比先生给大家做这个网课 那我在这边也给大家露个题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网课的内容 那第一节的话呢 就会说到怎么用图表高效识别 高概率的这个交易和内部交易 里面呢都是比较专业的一些信息 这个应该是我们之前的网课都没有设计过的内容 那大家一定要呢扫描左边的这个二维码 大家可以现在截个屏 然后扫描一下这个二维码 去填一下我们的这个报名表 因为我们的这个课程啊 就是顾比先生的这个网课的这个进入的这个连接 跟我们平时webinar的这个连接不一样 所以需要大家重新再扫描这个二维码注册一下 那说完了第一节课嘛 然后第二节课的内容呢 就是说用波动指标为交易设定这个有效的止损 然后里面涉及的这个指标呢 有CBL ATR和TVL 其实我自己啊只知道ATR这一种 另外两个呢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所以说到时候我也要跟大家一起好好听课的 那第三节呢 也就是啊 19号的那一节课呢 会跟大家说就是顾比先生最有名的 这个顾比复合移动平均线 还有这个波动率指标结合起来呢 然后进行一个趋势的判断和管理 啊很明确的有跟大家说啊 什么时候呢顾比先生认为啊 技术指标和复合移动平均线都认为现在可以进场了 然后什么时候呢会平仓啊 就是跟大家教这种很实用的一些内容 那我觉得呢这一些内容呢 其实如果说是一个新手的话 他可能就是不一定能够很好的理解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在这个顾比先生的网课开始之前啊 先自己去注册一个模拟账户 或者是有我们真实账户的话 当然更好 自己先在市场里面实践一下或者试一试 包括呢就是添加一下我们的软件 避免到时候呢跟不上节奏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专业的顾比先生的这个网课啊 那我大家一定要现在截个图 把左边的那个二维码保留下来啊 然后扫描一下去填一下自己的一个申请啊 这样的话呢就是等我们的网课开始了之后呢 您就会收到这个邀请的链接还是很方便的 那说到这个账户的注册 大家可以记一下我们的这个GoldMarkets的一个官网的域名 我们现在呢我们的澳洲中文的这个官网啊 已经就是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域名了啊 那也很好记 就是www.GoldMarkets.com slash cn slash 就是很好记嘛 就是我们公司的名字加上一个cn就可以了 然后大家直接呢在那个网址那边啊 输入我们的这个新域名 就可以搜到我们的这个网页 然后呢就可以点击这边的开设真实账户 或者免费的模拟账户 然后开始尝试 但是要跟大家说的一点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模拟账户啊 没有股票的 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尝试去进行一些股票交易的话呢 还是建议大家开订一个真实账户 这样子的话呢会比较方便一步到位一点啊 好了关于我们啊11月的这个网课的安排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 那今天的我的网课的内容呢会分为三部分 那第一部分呢会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上一次网课跟大家提到过的 我自己的一个奥股的短线技术分析 还有我最近获得的一些成果吧 这个是有有历史可循的吧 那第二个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刚开始给大家提到过的 就是贵金属啊 还有像是黄金 特别是黄金和白银 它的一个技术分析的一个判断 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比较好 那第三个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ASX200最近的走势 因为我知道我们有很多客户呢 在跟我们交易了之后呢 不光看股票呢 会看这个个股的一个行情 而且呢更加关注现在澳洲的这个指数的一个走势 然后方便大家自己去判断 未来可能几个月的一个投资计划 那呢那么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第一部分吧 那这一张图呢 就是我上一次网课的一个截图啊 大家看一下时间是9月18号是应该到现在呢 是一个多月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着用我这个模板去进行一些交易呢 或者说在交易的时候有没有遇上什么问题 那大家一会呢都可以打在这个评论区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当时给大家介绍了呢 是我的一个技术分歧呢 是由五个指标组成的 一个呢就是大家都很熟知的叫顾比复合移动平均线 也就是GMMA 第二个呢就是Vegas 就是维加斯隧道 它是由144和169两个这个复合移动平均线组成的 那第三个呢就是Bollinger Bands 也就是布林黛 布林黛呢分为上轨中轨和下轨三条线 那这个线呢就可以方便我们去 去怎么说判断现在的走势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RSI 是一个强弱指标 强弱指标的话呢 就是如果大于80的话呢 它就会显示你是超卖 然后低于20的话呢 就会显示现在是一个超卖的一个指标 MACD呢就是大家传统说的一个 金叉和紫叉的这样子的一个应用 有客户说图片没有动 对的因为这个就是一张图片啊 如果大家想要看详细的这个分析啊 还有一个添加的方法 大家可以回到9月18号的那一节网课去看一下 我这边呢就跟大家大致的重新再回顾一下 我们上一节课的内容 那我之前呢也有收到一些客户的 就是有一些迷思啊 就是问我这个技术分析到底有没有用 所以说呢我就给大家做了一个历史的回溯吧 就是我在9月底开始 然后到现在的一个 就是纯通过技术分析 给大家做的一个推荐的一个总结吧 大家可以看到左边呢 我是每一天的都总结出来了 就是9月29号开始的 然后右边的这张呢是到目前为止的 10月19号的这样子的一个成绩单吧 那9月29号呢有跟大家说过 CCP看涨至17块7毛1 大家可以截个图 因为我们一会呢会一个一个的去 去看一下这些公司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当时是怎么通过技术分析来判断 这个公司未来会涨的 像是9月29号的时候呢 我说CCP看涨至17块7毛1 然后呢现在CCP的这个价格呢 已经到了20块1毛4了嘛 包括LLC的话呢 也是基本上左边呢 是第一弹的话呢 是给大家分享了4个公司 那除了OSH的话呢 其他3个呢都已经达到目标价位了 然后右边的第二弹的话呢 是给大家也是推荐了有5家公司了 对吧 然后里面呢也是除了NCM一家 别的呢暂时呢都已经达到了目标价位了 这个其实呢是完全是基于 我刚才分享给大家的 我这个技术分析啊 来给大家做到的一个推荐 而不是看基本面 因为基本面的这个判断的话呢 很难说有短期的一个效果 因为基本面大家都知道嘛 一个公司的基本面很难在短期之内改动 所以说一般呢 大家在确定这个公司基本面不错了之后呢 我建议大家可以尝试通过技术面来实现我们的利润最大化 好了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一个个看起来 那首先呢是CCP 我这边呢也是做了一个 那个叫什么的 也是做了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图片 然后下面呢是几个 我保存下来的这个 走势图吧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CP 我当时推荐的时候呢 它是在9月29号 对吧 然后当时的价格呢 差不多是在 看一下把十字光标拖出来 在17块三毛二这个位置 然后通过17块三毛二当时呢是 正好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把它列出来了 当时的这个走势正好是 GMMA它的双线在互相靠近的位置 而且呢它的走势也正在接近这个布林带的中轨 然后当时呢就觉得它可能会有一个takeoff吧 然后MACD的两根双线呢也在交叉 所以说很有可能呢在未来的几天出现这个金叉 所以说当时给大家做了一个买入的这样一个推荐 之后呢CCP呢果然是不负重望 有了一个比较大幅的上涨 对差不多最高的时候呢 是有涨到了18%这样子的一个位置的 所以有一般呢就会跟大家说 CCP就是说技术指标呢 不一定是给大家去做预测 但是呢是跟大家说啊 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做什么样的决定是比较好的 那看完了CCP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Landlease 大家都比较熟悉LLC嘛 当时Landlease的走势呢 我也是觉得呢 它是比较靠近这个布林带的这个下轨的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黑色的线呢 它就是布林带 然后靠近下轨的话呢 意味着它很有大概率的可能呢 会反弹回升至这个中轨的这个位置 所以说呢在这里呢 就给大家做了一个买涨的一个建议 那另外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看到前面的几天呢 就是之前呢 有一块时间区域啊 就是价格呢 很大时间呢 都是在这边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支撑 大家可以看得到吗 我这边画的11块钱的这个支撑线呢 它基本上呢 是打到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九次十次十一次 十一次这么多啊 所以说当时就觉得在这个位置呢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啊 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呢去买涨就算它往下跌呢 也可能就跌不到哪儿去了啊 就出于这种考虑呢 然后给大家做出了一个建议 然后之后呢 果然呢 虽然说LLC啊是有一个下跌的 跌到了之前 把那个布林带的下轨呢 又往下撑了一下 但是随后呢 就快速的返传至了 今天的这个收盘位置 那今天这个位置呢 其实也到了维加斯隧道了嘛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维加斯隧道的169啊 还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阻力的位置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如果有持仓的话呢 其实今天呢 可以就是出半仓至少啊 可以把它出掉了 因为我们都可以从历史回溯来看呢 其实一直这个价格啊 LLC的价格呢 就一直在这个维加斯隧道下方运行啊 然后之前呢 也有接触过一次 这一次不知道能不能顺利涨上去 如果说呢 这一次我们ASX200给力的话 能够继续上冲的话 我觉得LLC呢 很有可能 就是跟随着这个大盘一起往上冲了 那就可以稳稳的站在这个维加斯隧道上方 但是如果说未来的几天 如果说美国的刺激政策不是很顺利啊 然后或者说美国的大盘不稳啊 因为选举的原因啊 等等的问题的话 那他很有可能呢 也继续在这个维加斯隧道这边沉压 所以说啊 还是回到那句话 就是技术分析呢 不能够给大家做预测 但是能够跟大家说啊 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做什么样的操作 可能是最合适的 对吧 那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如果大家看到这个走势的话呢 如果大家是在这个位置买的话呢 11块钱买的话呢 可以在今天的这个位置呢 适当去减半仓至少的了啊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分析的方式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NST啊 那当时也是跟大家分析了一下 推荐了一下嘛 就是在10月2号的时候 推荐大家可以去考虑 去做一个买涨的操作 那其中主要的原因呢 还是因为看到这个MACD的这个轨道啊 它就一直在互相缠绕嘛 但是呢 价格呢 也就没有再往下走了 所以呢 很有可能未来大概率呢 是有一个小的小幅的上涨 或者呢 至少也不会有一个大跌啊 是这样子的一个考虑 然后看到它的RSI呢 也已经在50了 也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估值范围之内 所以说当时就给大家做了一个买涨的 买涨的一个提示啊 那我也没有想到 它之后会出这么大的一个新闻啊 就是NST跟SR要合并了嘛 因为这两家金矿股准备 合并成为另外的一家大型的一个金矿股 这个我是没有想到的 这个纯粹呢 可以说是运气比较好 对吧 但是也从另外一方面说很有可能呢 在这些位置的时候呢 因为价格都没有特别大的波动嘛 也就是区间内的波动 一般如果说呢 我知道国内的有一种说法啊 就是说如果庄家在吸筹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股价呢 基本上就是横盘 不怎么动的 那很有可能呢 在这个 虽然说我们说澳洲啊 它是一个比较公平公正的一个国家 就是很少有内幕消息 就是inside trader嘛 但是也很难说 就是在这个大消息之前 它的这个一些小小的横盘的举动 是不是有一些就是庄家 或者说是一些别的一些交易者 他有这个消息之后呢 然后在这个位置偷偷的建仓呢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啊 那说完了NST呢 我们再看一下OSH OSH的话呢 是一家石油股嘛 那当时跟大家说石油股的时候呢 差不多是在这个位置 主要是看到呢 它现在已经在中轨了 然后MACD呢 有了一个金差 预计呢 它是可以恢复到三块钱左右的 这个是我的期待吧 但是没想到呢 它还是在这个GMMA的这个蓝线组这边呢 沉压的 就是现在的股价 大家也可以看到 有走势也不太好 就是一直在这个 富林带的一个上轨下方和中轨之内运行 一直都没有达到三块钱的目标价 但是有达到过两块九毛五 左右的这个位置 还是表现的不是很尽如人意吧 那最近的石油呢 如果大家有听我们之前的广播和网客的话呢 也知道就是石油最近的价格走势呢 也不是波动也不是很大 所以说这个石油股的表现也就比较一般 但是从整体的一个长线的角度来看呢 石油股呢 可能还是有一个上涨的空间 我至少呢 希望它能够慢慢的在未来的走势当中 能够靠近这个维加斯隧道吧 毕竟现在在大盘上涨的一个情况中呢 就是石油股啊 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低估的范围了 像是别的一些 像是我们知道的一些消费股啊 或者说是科技股的话 都已经完全的恢复 并且创出新高了 如果大家还想找一些便宜的价值挖地的话呢 可能就可以去看看石油公司了吧 当然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它的现金流啊 也就是基本面上面的一些信息 然后看一下West Farmers 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家大型的一个集团企业 就是西农集团嘛 它的旗下之前是Cose 然后呢有Bonnings 还有Target Kmart等等的一些公司 那当时呢 也是看到了它的价格呢 已经完全的占上这个布林带的中轨了 然后MACD的线呢 也就比较健康啊 所以给大家在当时呢 做了一个短信的推荐 那现在涨势呢 也是不错的 但是其实大家回看一下 刚才这几家公司呢 其实它的一个涨势啊 都有一个放缓的这个节奏 是不是这样的 出来LC CCP的话呢 也是有一些 就是可能涨势没有之前这么明显了啊 那特别是West Farmers 我觉得它的这个走势啊 跟现在ASX200的走势呢 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说未来这些公司 到底还能不能涨的话呢 还是要看我们大盘的一个走势了 那之后的几个呢 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吧 然后对 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打在评论区 我这边就不一一说了 然后再跟大家说 最后一个就是SHL嘛 也是一家医疗公司 当时给大家 其实推荐的比较晚了 是在10月14号的时候 给大家发的短信 就是说它已经涨过一段了嘛 但其实啊 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位置呢 像9月18号的这个位置 在MACD出现了一个明显经差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考虑买入了 因为这个位置呢 走势还是比较健康的 首先这个GMMA的这个红线组啊 已经就是跟蓝线组相交了 然后呢 也已经在布林带的中轨了啊 那技术分析这一块呢 就先跟大家讲到这边了 然后我再看看评论区有什么问题 有客户问一下说CSL最近的这个走势 CSL呢 今天是出了一个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一个报告嘛 然后我以为呢 我本来预期啊 它会有一个比较让人惊喜的消息 然后去跟大家呃 有一个对投资者来说 有一个surprise啊 或者是什么的 但是他今天呢 也就是也就是很平平淡淡的 跟大家重复的讲了一下 他之前啊 做的一些Research 所以说股价也没有特别好的表现 就比较稳吧 但我认为CSL这家公司长期来看呢 绝对是值得大家去关注和长期持有的 我之前也在嗯283到200呃 要在280以下的位置呢 平平跟大家推荐啊 现在位置呢 的确是比较高 但是对比之前的一个346的这个高位呢 还是还是算是嗯低的啦 也是一个折扣价对吧 但是如果说大家要找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进场位置呢 我觉得可以看一下这个布林带的中轨啊 我这边有点挡住了 看一下 也就是差不多是在嗯295的位置 可能是一个第一第一步的一个进场价 如果他给机会啊 但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呃不太呃 有一点嗯可能性不大的一个位置呢 就是288这个位置 在维加斯隧道这一块 大家也可以考虑第二个进场位啊 那CSL的走势呢 基本上就是这样 对那另外我看到评论区有提到了几个股票的话呢 那我们就放在那个回答回答的那个答疑的时间 跟大家解释一下吧 那我们就先看一下别的 我们就move到就是第二个part吧 那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黄金白应该怎么看啊 顺便再说一下 就是刚才跟大家提到的这个GMMA啊 或者是什么的这些模板 如果大家想要用的话呢 可以直接问小助手要一个 然后小助手会帮大家安装好的 然后我们说这个黄金和白银的话呢 我觉得啊 用GMMA和维加斯隧道 就是用我们分析股票的这个老办 老办法可能就不是这么合适了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那因为我正好开着我们的软件嘛 然后我这边应该是调了出来一个 对调出来的一个 这个这个现在呢是黄金的一个一小时图的这个走势啊 我们可能就会看着很乱 因为黄金它的一个价格波动呢会比股票呢要大很多 所以我们呢很难去把握住一个怎么说一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趋势啊 反而需要在这些很杂乱的波动中找到一个很好的入场点 或者是一个建仓的位置 然后设好止损的话呢可能就比较有难度 那所以说呢我就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GMMA 它和维加斯啊等等的一些这个复合的一个配方啊 不太适用于这个黄金和白银 我这边呢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就首先呢就是维加斯隧道好像就没有了起到这个支撑的作用 那我给大家给大家也是演示一下 就比方说黄金和黄金现在是一个震荡的趋势嘛 那这个价格啊无数次的上破或者是跌破了这个维加斯隧道 那它根本就起不到一个指引的作用 比方说我们刚才在看股票的时候啊 我可以说啊那LLC在上面在维加斯隧道那边有一个很强的支撑对吧 那在黄金上面就完全是不适应的 那这一张呢就是我们刚才看的这个LLC的这个走势图 那它是日线图了 就是说它的股价呢就很难接触啊 或者说这维加斯隧道在这个图形当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意义 但是在黄金的这个图形上我们就完全看不出来嘛 对吧 当然的话呢我们这个呢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小石图啊 但是大家平时交易黄金去看日线图的话 这个时间未免拉的也太长了一些啊 因为这个黄金的波动也是比较大 如果大家真的是就是平时自己做 想要再做一些周内或者是月内的交易的话呢 去看日线或者周线的图呢 就感觉啊时间战线可能拉的太长 然后呢交易机会太难得 可能一等了就要等个好几天 几个礼拜才能等到一个 维加斯隧道的这个交易信号 甚至都几个月都等不到一个 所以说我就把图片呢 把它变成了一个一小石图了 也就是大家平时交易的时候 最常用的一个啊 一个黄金的一个走势图 那说完维加斯隧道现在是不是用的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RSI 大家知道RSI是一个强弱指标嘛 一般我们交易的判断呢 就是按照70和20这样子的一个判断去做 就是他如果呢 上穿了这个70的线 我们就认为呢 他已经超买了 我们就可以去做空他 或者说呢 我们就可以平仓离场了 因为现在的市场太过狂热 所以现在呢 这个价格已经不合适了 那就是这样子的原因 那我们呢 现在就再看一下 这个为什么说这个RSI也不太好用啊 这主要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一块区域啊 这一块区域是不是RSI都很高 对吧 都在这个70以上 可是黄金的这个价格啊 一直在往上冲啊 所以说这个RSI啊 也是被我们一票否决 对吧 我们不希望啊 它在一个价格啊 它在上涨的时候呢 我们因为听信了RSI的谗言 对吧 然后把它平掉 然后错过了后面一大波的上涨啊 这也是不太好的嘛 所以说我们把RSI也PK掉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就是MACD MACD嘛 开始涨上去了啊 然后一直呢 这个金差一直都存在对吧 可是呢 这个股价呢 这个哦 这个金价呢 却不断的下跌啊 不断的下跌 那如果大家真的就是信了这个交易法则的话呢 那肯定是在这边呢 也是不会平仓的 那这一段时间呢 大家就会被套得死死的啊 所以说出于这个原因呢 MACD呢 在黄金的一小时图 或者说短线交易的应用上面呢 也不是特别的完美啊 那我在这边呢 画了一个绿色的第二个框啊 也是对应着一个股价 在这一块呢 其实这个黄金是一个震荡的走势吧 也就是说比较波动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 可是MACD呢 就完全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指引 说我们现在到底应该干什么 对吧 只能说啊 他这个勉强这个柱子呢 有几个在零轴之下 那可能那是卖方的区域更强一点 但是啊 还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MACD也PK掉了 那GMMA呢 GMMA呢 我觉得还是有指引效果的啊 毕竟它还是代表着一个长线和短线的趋势嘛 因为顾比赋和移动平均线呢 就是按照趋势去判断的嘛 但是呢 我又觉得这个线特别杂 如果说大家在交易这个外汇和黄金的时候呢 一定是要看这个K线的 如果大家有上过Grant这个VIP的网课啊 应该就有听说过很多的不种的型 不同的形态 像是什么锤子形态啊 还有什么阳包阴 阴包阳啊 还有就是什么十字心啊 等等的一些形态 那大家先来看看这张图上面 就是有GMMA的地方呢 它的这个线就会特别的杂乱 导致你没有办法看得清楚这个K线啊 然后大部分时间呢 我觉得是可以用布林带去取代 我们在GMMA能够给的这个效果的啊 因为布林带的话呢 它也是一个趋势的一个判断 它也是一个用均线来实现 来实现趋势判断的一个指标吧 那它看起来呢 可能就会稍微好一点 就是没有这么杂乱啊 能够让大家看得清楚K线 那中上所述呢 我是觉得啊 我之前给大家的这个模板呢 是只适合做股票 然后呢 不太适合去做黄金和白银 那我在把这些指标都PK掉之后呢 我就想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在黄金上面也有一个应用的方式 那我最近呢 就是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呢 去研究了一下 然后去恶补了一下 就是各种别的一个趋势线的一个 别的一些方法 一个判断 那我现在总结下来呢 我认为啊 我自己觉得准确率比较高的呢 是由飞波纳切加上布林带加上趋势线加上K线形态分析 这四种结合起来会比较好用一些 这四种结合起来会比较好用一些 那这个呢 大家刚才都见过了有三条线 那趋势线呢 其实呢就是按照低点到高点或者是高点到低点连成一条直线啊 就两点乘一线 这样子呢去画一条直线来判断它的一个趋势的走势 那最后一个K线的形态分析呢 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些形态 像是如果说它K线它是一个阳线的话呢 然后它出现了一个阴线把它完全包围掉了 那就说明它未来的趋势呢 可能会有一个反转 这里就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形的一个走势 看看我有没有给做好的一张图 好像没有啊 那我们就慢慢 那我们就一个个做吧 然后对 然后我这边也有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如果说呢 大家只看趋势啊 或者说是抛弃了我们在分析股票时用的那些技术指标的话呢 需要大家从一个周线日线 四小时图和三十分钟图来去看这个产品的一个走势 所以一般来说呢 我都会开至少啊四张图去看这个黄金进行期的走势 那第一张呢就是周线图 那第二张呢可能呢就是日线图 然后第三张呢就是小时图 这样子去看 四小时图 然后这个是一小时图 然后我们把它变成OK 这样子去看一下 那我们首先呢就在周线图 我们先把它放大一点 然后 然后在这边呢 我拉了一个非波纳切 非波纳切呢 是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哦就是软件上的使用的话呢就是在左上角上有一个非波纳切的这个回折线 然后我们把它从低点连接上 然后再移到高点 最高点 然后呢把它连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 然后它就会自动的给出这个计算啊 就是61850和38.2 23.6 这几个重要的一个位置 就是说一个趋势呢 它如果上涨的话呢 它如果回调 可能最大的这个回撤线呢就在61.8 然后50的呢就是一个比较中型的一个回撤 那38.2的这个线呢就代表着一个小回撤 那现在从周线图来看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黄金啊 其实呢是在有一个小回撤之后呢是站稳了的 也就是在38.2的这个位置 那我们把图片缩小一点的话呢 可以看到我在旁边标的这个数字啊 也就是1849左右的这个位置 那是它一个 可以说是近期来看比较强的一个支撑位的 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 因为这个之后呢我们可能会用得到 那看完这个周线图 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现在它的一个走势呢 是从一个支撑 然后现在是反弹 反弹呢很有可能反弹到23.6的这个位置 那给大家一个大致的概念 然后我们呢就把它切换到一个日线图上去看一下 那日线图呢我就做了两个操作 一个呢是依然呢是把这个飞波画出来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边设置了一个趋势线 那我这个趋势线呢其实是经过调整的啊 就是一开始的它这个趋势线的可能是这样子化的 然后呢慢慢的就会等到它的这个趋势慢慢走出来之后呢 我们会进行一个调整 然后目前呢它的趋势线呢 我是从这一点连到了这一点啊 我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 然后我之前在出的一个黄金的一个走势图的分析的时候呢 我当时也是有在上面写说 现在的一个黄金的日线图的走势呢是看空的啊 然后果然呢就是黄金在之后呢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调啊 跌破了它日线图的618的这个位置 那这个呢也是为了给大家有一个概念吧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四小时图 因为我们看到的一个周线和日线图呢 它现在的走势它不一定呢 就是代表着我们未来就是一到两天的走势 因为日线图的话 首先它周线的话呢 看的这个时间曲线啊 可能就很长 就是月到年这样子的一个时间长度 那我们看日线的话呢 可能至少呢也是要几 也是要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 那如果大家想要在日内啊 或者说是周内啊 做一些短的交易的话呢 我们还是要把时间呢往短了看 然后我们再把时间放到四小时图 四小时图的话呢 我这边也是画了一个趋势的通道 趋势的通道呢 是可以用我们这边的一个通道线去画的 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这样拉一条 然后呢 把这个下面的这个线移到上面 你认为合适的 有最多接触点的一个位置 就可以完成这个通道的画法了 就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四小时图的这个黄金的走势呢 我觉得是一直在这个通道线里面去运行的 然后下面这个支撑呢 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是 进气的话呢 就已经有不止五次啊 碰到过这个线了 然后我自己呢 也是在这里呢 去进行了一个买涨的操作 然后现在的黄金也已经是反弹到了1906的位置 那如果我们结合这个布林带去看的话呢 也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下穿的这个影线啊 正好是打在了这个布林带的下轨 然后回升至了这个布林带的中轨 随即呢 然后就上穿这个中轨 现在我们看到它的第一个目标价位呢 很有可能是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布林带上轨的位置 也就是1914左右 1913.9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得见 我把它放大一点 这个一般就是我的判断方法了 然后一小时图的话呢 能帮助大家更精确的纠正这个趋势线的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 其实有一个破位的 然后再一个反拉把它拉起来 对吧 然后呢 再把它拉到这个通道内 其实呢 这种一个走法吧 还是比较常见 这个叫趋势线的回撤 就是它跌下去之后呢 会回升回来 这个有些时候呢 我之前啊 有在尝试交易的时候呢 就是在它跌破趋势线的时候 我很快就去进行一个止损 后来发现呢 其实那个是一个假突破 随即呢 价格就开始往上回升 所以 大家有时候也不要像我这么冲动啊 我经常干这种事情 就是在它一破位的时候呢 就立马着急 就去止损止掉了 结果呢 才后悔莫及 发现原来是个假的 被骗了 所以说 这个还是要经验的吧 我现在可能就不会这么冲动了 会学会等一等啊 我一般呢 就是最短的话呢 我会看到一小时 或者是三十分钟图 但是再短一些的时间的话呢 可能趋势线 包括菲波纳切啊 等等的一些方式 又在更短的时间线里面呢 又不适用了 所以我今天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啊 就是看周线 然后呢 去看日线 然后看四小时图啊 最小呢 是看到一小时 或者是三十分钟图啊 甚至是三十分钟 都不太适用了 对吧 所以说最小的呢 是看到一小时图啊 大家可以这样记一下啊 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呢 是最简洁明了的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 看着累不累 那如果说大家对 我刚才说的几个指标 不是特别清楚的话呢 可以自行上网 Google一下 就是这些指标的一个 使用的方式啊 包括它各自代表了什么 我这边呢 就直接讲一下 它的一个实战应用 那更加详细的话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 我们之前Grant的网课 Grant的VIP课程呢 里面就很详细的 跟大家介绍了 我刚才说的 这几个指标的 一个使用的方式 包括飞波啊 还有趋势线的画法 还有一个K线的形态 等等的一个情况 上面啊 其实Grant老师 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如果说大家没有 这个连接的话呢 可以去问我们的小助手 或者客户经理要一下 啊 差不多 对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打在评论区 那我们就进入这个 第三个话题啊 讲完了这个黄金和 黄金的一个分析方式之后 那第三个呢 就是我最近 收到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ASX200 现在因为已经突破 之前的一个区间了 也就是6200的 这样子一个高点了 那我们现在到底是 应该决定呢 是去追涨这个指数呢 还是去做空这个指数 因为美国大选临近嘛 我知道也有很多的投资人认为呢 就是大选之前必有一跌啊 就现在其实已经20号了 也就是未来10天之内啊 会有一个大跌 所以一直琢磨着 是不是要做空啊 这点呢 我是觉得还是风险比较大的 大家一定要谨慎啊 就算去空 也是尽量小单一点 然后现在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澳洲最近出现的一些政策上的变化嘛 那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澳洲的这个央行啊 RBA 现在呢 已经发出了他们自己的一个决定呢 就是说他们会全力的支持 这个目前量化宽松的决定 而且呢 至少是要实行1300亿的这个澳元 回购这个国债和州政府债 最早的话呢 会在11月3号进行 也就是呢 在美国大选结束之后呢 他们可能就开始进行量化宽松了 这个时间点也是真的非常的巧 那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哎 这个量化宽松是什么意思呢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我这边也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量化宽松嘛 说白了 好听点 就叫量化宽松QE 对吧 不好听呢 就是印钱啊 把市场呢 就就把钱呢 全都放到市场里面 那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下面也写了 就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那第一个呢 就是国债利率会降低 因为呢 政府呢 会大量的购买 这个通过购买国债的这个行为啊 把这个钱注入市场 那买的人越多呢 这个利率他降的就越快啊 所以说这个国债的利率就会往下降 那国债的一些持有人呢 就会 因为他的一个收益下降了嘛 就会转而去投一些风险性的一个资产 那比方说股市啊 房市啊 就会是他们觉得的一个更好的一个投资标题 毕竟呢 他们这些国债持有人呢 也是要有回报的嘛 那如果这个国债收益率实在是太低了 低到他们都难以陈述的时候呢 他们肯定是要转变自己的一个投资方向的 那很有可能呢 就会把钱投在股市里面 那第二个影响呢 就是澳元了 我刚才看到也有客户在问 澳元最近为什么这么弱 那就是这个原因了 因为我们呢 央行呢 准备11月3号开始呢 要印1300亿的澳元 那这个会造成澳元的大幅贬值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呢 澳元对人民币的价格呢 已经跌到4块7了 对吧 之前呢 还是5块多 对吧 之前有涨到5块钱嘛 那现在也是跌了不少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说 这个其实反映澳元强弱的最佳指标呢 其实是澳元对纽西兰的多了嘛 澳元对纽币 那最近呢也是下跌的比较多了 也已经跌破1.07了 那现在的价格呢 我刚才看一下呢 是1.069 但是啊 反过来看看澳元对美元 好像却没有跌的很多 对不对 也就是从0.72啊 跌到现在这个0.71 其实也就没怎么大跌 这主要原因呢 还是因为美国啊 现在印的钱比澳洲还快 比印的比澳洲还多 所以说美元的贬值呢 跟澳洲的速度呢 是差不多的 所以呢两个人一起都在扁 对吧 那就看谁扁的更快了 对吧 那暂时呢两个人是不相上下 所以说也不太建议大家去做空这个澳元对美元 对吧 因为你实在是不知道这个财政刺激政策一出 而就美国的财政刺激政策一出 这个美元到底能跌多少 那澳元还能不能追得上 对吧 这也是一个悖论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想要去做空澳元对澳元的话呢 就看着这个澳元对纽西兰就可以了 澳纽或者是澳元对人民币 如果你对人民币更加熟的话 因为毕竟人民币呢 是怎么说呢 是政府有管制的嘛 所以说它的一个价格波动 没有别的像是美元呢 或者说是日元啊 这么大啊 那当然如果大家有更加熟悉的一些货币队 也可以通过交易那些货币队来实行一个获利吧 那第二个呢 要跟大家说的一个因素呢 就是美国的财政刺激政策 对吧 那我刚才也跟大家提了好几遍 这个财政刺激政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现在也没有出对不对 只是说现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呢 在大选之前呢 就一直在扯皮啊 那共和党呢 其实特朗普嘛 特朗普他就希望这个财政刺激政策呢 做得越大越好 他就想要把这个 把这个limit啊 推得很高 然后让政府呢 让那个美联储啊 去印更多的钱 但是明显的 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呢 是不愿意同意的啊 因为这个会伤害美元的根本嘛 就会美元会降 贬值太多的话呢 也不是他们想要看到的 所以说呢 现在两党呢 还在进行一个拉锯战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 当然了民主党放话呢 是说啊 希望大选之前要出结果 但是政府 怎么说呢 政治这个事情呢 是很难我们通过提前去判断的 对吧 像是英国脱欧 对吧 脱到现在脱了这么多年 我相信一开始也没有人能够想到 能拖这么久 所以这个财政刺激政策 能不能大选之前出呢 这个大家就不要去赌了 对吧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果说呢 现在其实市场对财政刺激政策 这个规模呢 是有一个预期的 如果说它最后通过的这个 这个政策呢 是高于预期的话呢 那美股呢 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上扬 那相对来说呢 美元就会下跌 然后黄金呢 就会上涨 对吧 那之前这个里面的逻辑呢 大家也都跟大家说过了啊 也就是说这个 因为印的钱太多了 美元会贬值 然后呢 美元贬值了 以黄金呢 是以美元计价 所以说呢 它的价格就会上升 那如果说财政刺激政策 达不到这个市场预期的话呢 那整个故事呢 就要倒过来写了 这边有打错啊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说白了 就ASX200呢 是要追涨还是做空 还是要各位按照自己的这个看法去决定了 但是我认为11月3号之后啊 如果说QE真的就是确定了下来的话呢 我觉得股市还有大概率啊 澳洲的股市还是有大概率会继续上涨的 我也是非常看好澳洲的这个股市在未来一年的表现 那最后呢 就到我们的一个提问环节了 我这里正好留了十几分钟 给大家回答问题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打在评论区 谢谢大家 我看一下 有客户问看LYC的走势如何 我知道LYC最近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涨幅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我比较懒我就不开心的那个界面了 我就直接把它拖进去就可以 我可以看得出来LYC它现在的上涨的趋势非常的强劲 然后MACD也是一个在经差之后 是有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走势 如果说你想要去追涨的话 建议是在这个位置 如果说它给你机会的话 那如果你等不及的话 现在可以小仓进一部分 但是你也要注意到RSI这边 它是已经突破70了 是有大概率是会有一个回调的 我觉得回调的话 在这个位置在之前价格横盘时间比较长 这个位置或者是不灵带中轨 选择建仓都是不错的 在这一方面 因为我一般会跟客户说 包括我自己也是 就是在买一个股票的时候 我会梯度现场 就是会分批买 至少是分批买 也不一定是梯度了 你居行的建仓方式也可以 就是在这个价格 你觉得比较有把握的价格 你买一批 然后不灵带中轨的时候 你买一批 如果在下的时候呢 你就到这里 你还可以买一批 你把自己的资金分开来 手续费呢是不高的 大家知道在我们这边 交易这个二股啊 最低的手续费呢 只要七刀 七刀的话呢 其实这个股票一涨就涨回来了 所以大家不要因为手续费啊 而去就是盲目的一次性下太大的单 对有客户说这个MA7D也背离了 是所以说这个位置追高呢 还是有点晃的 等一等吧 然后有客户问Crown怎么看 那Crown的话呢 Crown的话 其实我跟好几个客户都已经聊过了这个Crown的一个走势 因为他现在呢 是受那个off track的一个检查嘛 就是说他可能在06、07年的时候呢 洗钱或者是帮那个恐怖主义 什么反恐的洗钱呢 就是问题还是有一点的 所以一般呢 我不会在这个时候去买这个公司 我是比较担心的 因为我在联想一下之前 他给Westpac罚款了 罚掉了十几个亿的澳元 我就很担心Crown如果也接到一个这样子的罚单 他能不能像Westpac一样生存下来呢 因为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Crown最新出的那个财报啊 2020年6月份他账上的现金啊 只有600多个million 600多个million是什么概念啊 就是6.8个亿啊 那他肯定呢 罚超过5个亿 我可以说他就不行了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三思一下 当然我知道Crown这个公司呢 大家也是对他很有感情的 对吧 因为那个赌王呢 现在是有他的一个部分的股权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一家公司现在正正在接受调查的话呢 就不要再去就不太好再去接这个飞刀了 我是比较担心的Crown他的这个现金流的问题 然后这场官司要打多久呢 也不知道啊 有可能呢 短则一个月 长则半年一年啊 有可能互相扯皮 互相打官司 都要花很久 有这个时间 有这个钱 投点别的不好吗 有客户问RHC RHC我还是比较知道的啊 因为我有个朋友在里面工作 当然他只是一个医生啊 他不是做财务的 但是呢 他对这个医院 这个司令医院的感情 还是比较深厚 自己也特别看好 那RHC呢 前段时间是长得不错的 但是最近呢 也可以看到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调 也是跌破了这个 怎么说呢 跟呃 那个叫什么 跌破了这个维加斯隧道 然后也是接近了这个下轨 暂时的话呢 我可能还不会说我要去建仓 但是他的确是跌了很多了 如果我们画一个通道的话 看看会怎么样 画一个趋势的话 也是基本上是破了 我建议啊 可以观察一下 等他开始反弹起来了 再买也不迟 因为现在RSI呢 还没有到30 如果他 如果说他到30了 我会考虑去进一部分的 因为RHC这家公司呢 整体上来说还是不错的 也不知道他最近有没有出什么新闻 让他指价跌了这么多啊 如果呢 一般啊 如果说是大跌的话 他基本面应该是出了一些 不是特别利好的消息了 有两个客户 我看到已经有好多的客户问我Brain BRN怎么看啊 BRN应该就是那个小仙谷吧 就是那个Brain Chip 对吧 那个我在上一节网课上个月的时候 就跟大家说过 就是如果因为我自己不做行 所以说我也不了解这公司 但是我有问过我一个机构里的朋友 我说哎 我这边受到很多疑问啊 你怎么看 他说啊 如果说你有持仓的话呢 那你就尽早跑掉吧 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所以我在上一节网课的时候呢 也就原封不动了 跟大家又说了一遍 我不知道大家跑了没跑 我知道他今天是跌了14%啊 这种股票呢 大家可以去做一个投机 然后呢 投资的金额最好也不要太大 这个毕竟跟我们平时在 GoMarket交易的ASX200的大公司 是不一样的啊 风险会更加高一点 有客户问我最喜欢的股票啊 对吧 Webjet在3块9件的仓 什么时候走比较好 我觉得短期的话呢 4块2到4块4 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逐步把它减掉啊 如果说是长线的话呢 那就不担心了 但是我也有 但是呢 这个Webjet的话呢 我虽然说特别看好 但是我之后呢 也会研究一下 它目前的一个现金流的状况 因为我也好几个 好几个礼拜没有看 它的一个财务状况了 那我下 我明天也会看一下 然后跟大家说好吧 但是暂时来看的话呢 这个价格的走势 还是比较健康的啊 就一直在这个 就是GMMA的这个蓝线组上方另行啊 然后现在呢 也是在布林带的中轨左右 我希望呢 它是能够回到这个 布林带的上轨的 也就是差不多 我看一下这里我卡住了 希望是能够回到4块3 就位置至少要到4块2吧 4块2出一部分 4块3出一部分 4块4出一部分 如果说你想做一波短线的话 有客户说疫苗都要出来了 webjet只适合加仓啊 其实我自己吧 大家都知道 我这个人 我是特别看好webjet的 也是喊了无数遍 对吧 大家想要什么时候评了 其实赚了钱就评 就也可以了 有客户问这个金矿股怎么样啊 我自己呢 我之前大家看到 我刚才放在那个PPT里面 PPT里面 我是给大家推荐说 我说 我说买涨NCM是不错的 因为NCM是最大的一个黄金的开采商嘛 对吧 然后 然后它的这个走势也是比较的平滑 主要还是因为黄金不给力啊 最近黄金的价格一直反反复复的 它也就没上去 之前好像是10月1号说的吧 10月1号是这个价格啊 30块9的时候 就差不多31块钱的时候 跟大家说 发了一个短信 说哎 大家可以买一下 然后 然后它也就32块钱啊 没有达到我给的33块钱的目标价 但是 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一直在维加斯隧道附近运行 它其实是一个 就对于NCM这个公司来说呢 维加斯隧道其实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支撑位置 包括在这里也是 掉下去之后呢 立马就回来了 就希望说 它未来有一个像是这样子的一波涨数 那这样的话呢 就比较 比较开心一些 但是 短时间来看呢 可能还要大家更多一些耐心 等这个黄金看看 能不能涨起来 就主要还是看这个财政刺激政策 什么时候出了 对不对 财政刺激一出 这个美元一跌 这个黄金就有启示了呀 应该 然后有客户问MSB怎么样 我刚才还在跟我的几个客户聊天 就说这个MSB现在呢 刚出了一个新闻 在美国遇到了多家的 多个诉讼 多个法律诉讼 诉讼它什么呢 诉讼它在上次FDA的一个会议上 没有披露自己 没有做对比组的实验 这个呢 就比较专业一点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说MSB到底今天 明天表现怎么样 还能不能买 还是要看今天晚上 美股MSB上市的那个公司 它的走势怎么样啊 大概率我觉得是有点喘 大家问的怎么都是这些小股票呢 还有那个Adore Beauty 马上要IPO了 你不觉得它上市的那个价格 有点贵吗 要6块8 如果你觉得它真的值这个价 它是下一个Kogan 那也还行 但是我觉得在澳洲 它还是有竞争的呀 像是MECA Sephora MAYA 都是它的竞争对手啊 所以说这个呢 还是考虑一下吧 看一下TWE 我知道这家公司 还是挺多人去关注的吧 但是奔赴的话呢 我觉得跟我 我之前其实在网课 在直播里面说过比较多次了 就是奔赴酒业呢 它还是有一点点危险的嘛 因为现在呢 是跟中澳关系不是很好 然后呢 也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 现在中国呢 不仅是有这个红酒的 对吧 进出口的一个限制 还有这个煤炭啊 口头禁止 还有呢 这个棉花禁止 大麦禁止 还有牛肉禁止 所以暂时 如果说是已经有持仓了呢 就可能还要经过漫长的等待 少说半年 多则几年 对 这个是看中澳关系 所决定的吧 然后如果说还没有进场的 想要去抄底的 那可能 大家就是跟CRONG是一个情况 有这点钱 买点webjet不好吗 对吧 BHP和FMG呢 我觉得都是矿企嘛 然后矿企的话呢 我最近没怎么关注 因为中澳关系不太好 现在就 其实澳洲的话呢 最大的依赖呢 就是这个铁矿石嘛 那如果说铁矿石也不行的话 那就很恐怖了情况 那澳元会进一步下跌的 因为澳洲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嘛 这个澳洲澳元的这个命脉啊 就是铁矿石 那现在这个走势呢 也的确是不太乐观啊 在维加斯最道附近 虽然在徘徊呢 但是GMMA现在的这个红线组 已经明显在蓝线组下方了 然后 嗯 对 然后 RSI呢 在50以下 其实现在的价格呢 是还OK 但是这个趋势上的走势呢 可能不是特别乐观 如果说 想要建仓的话呢 可以稍微观望一下 或者说呢 在布林单下轨 或者是前期低点的这个位置呢 可以小步试一下 等到说有比较利好的消息啊 或者说是有翻转之后呢 再去加仓也是不迟的 哦 有客户问 Zip怎么看 Zip 其实已经9点01分了 最后再调两个问题回答一下 我们就准备下拉了 之前在直播的时候 有跟大家说 这个先买后付啊 它虽然算是科技板块 但是它的科技含量是没有这么高的 它主要还是数字 数字金融这一块 所以建议大家买的话呢 就买龙头 就少去碰一些比较小的 或者是老二这样子的一个公司吧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Afterpay呢 还是走得比较稳 那Zip呢 其实就是跟在Afterpay后面走 嗯 现在的一个走势呢 也完全是比不上Afterpay的 除非说Zip它之后呢 会又谈下来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合作 然后让市场震惊一下 然后它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弹 但整体来看 现在的走势呢 也是还不错的 在这个布林带的中轨以上 然后呢 现在虽然说红线和蓝线组相近 但也是至少是一个上涨的趋势 就是MACD呢 现在是一个死差了 那未来怎么走呢 还是如果说 要不要斩仓的话呢 还是要看一下后面几天 它是按照MACD走呢 还是说在中线这个位置呢 去进行一个徘徊 整理之后继续上涨 还是要大家看一下的 我们光顾着看 那个我们webinar的这个问题了 没有看我们微信上的一个问题 有客户问A2怎么看 其实A2的话 我的看法呢 还是跟所有的贸易股 包括Crum啊 我的看法都是一样的 它虽然呢奶粉的确了 是个必需品 但是我一般呢 都很少碰这种贸易股的 因为我觉得中澳关系比较紧张 然后A2呢 其实我跟我的朋友一起争论了一下 他是特别看好A2的嘛 然后我这个人呢 我就是比较喜欢博他的面子 然后我就说 我就说你看这个A2对吧 他的百分之怎么说呢 当然他的一个财报上 我没有找到具体 它是百分之多少 是在中国的业务 但是呢 我可以说至少一半以上 是中国的业务啊 然后呢 然后现在的代购呢 也没有办法去进行 然后怎么说呢 他的这个销售啊 是出现了一些销售渠道呢 是出现一些问题的 但是整体呢 这个公司是很好的 我也非常承认他说的 对A2是一个 现金流很充足 名利能力很强的一家公司 但是什么时候 他的销售渠道能够恢复 这个呢 是要打个问号的 如果说疫情结束之后呢 他能够打通 那恢复到之前代购啊 留学生啊 都能够过来 给他就是去搬运这个A2的奶粉 那我觉得没有问题 他可以 但是这个时间要有多长 这个我不清楚 所以还是结论是一个嘛 如果说你想要压大笔的资金 在A2上可以 但是呢 这个时间可能就要稍微等一等吧 那如果你有这个时间呢 你可以去买一些别的公司啊 像是最近长得不错的啊 Waste Farmers啊 Cose啊 就是零售股啊 包括Cogan对吧 Cogan是创了新高 24块多 你买这些公司 它不香吗 那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吧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添加我们的小助手的微信 然后顾比的讲座 记得扫一下二维码 之后也会有回看 谢谢大家的参与 已经9点多了 晚安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